教学内容为地培门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斋普尔商人 有粉红之称称号的斋普尔 一直是许多印度商人经商的据点 玩家扮演在斋普尔努力打拼的商人 想办法赚到最多的财富获得游戏胜利 游戏中你所选择的动作都与对手息息相关 规则不难但富有乐趣 更在BGG网站获得平均7.5的高分 喜欢两人游戏的你快来玩玩看吧 游戏设置 原片共分为货物原片与红利原片 将六种货物原片分类 按照上面标示的分数 高的在上面 由高至低叠号 并铺开让大家都能看到所有原片上的分数 将红利原片依照正面所标示的张数分类 分别为3至5张 随机洗云叠好 其他原片依照图示摆好在桌面 接着从卡片中调除3张骆驼放在桌面中央 其余的卡片面朝下洗云 发给每位玩家5张当作手牌 剩余的放在一旁当抽牌堆 从抽牌堆抽出2张放在骆驼旁边 此为市场区域 若玩家此时手中有骆驼 将它们全部叠放在你的面前 此为玩家各自的骆驼商队 游戏中不需让你的对手知道你拥有几张骆驼 这样游戏设置便完成了 游戏玩法 游戏踩三战两胜 三局中先赢得两次的玩家胜利 以下为一局游戏介绍 轮到你的回合 你必须从以下行动中选择一种 接着结束你的回合轮到另外一位玩家 动作一 拿取卡片 若你选择拿卡片 你必须从以下三种行动中选择一种 A从市场中拿取一张货物加入手牌 接着从抽牌堆补一张牌到市场 B从市场中拿取两张或以上的货物加入手牌 你拿取几张就要从你的手中或是你的骆驼商队 拿取相同数量的卡片放置回市场 如以下的范例 你可以全部都拿货物卡或骆驼卡交换 也可以用混合的方式交换 但用来交换的货物不可以与你刚刚拿走的货物是相同的种类 C从市场中拿取骆驼 若你选择这么做 你必须一次拿走所有骆驼 接着从抽牌堆抽牌将市场补满到五张牌 注意 不论你选择哪一种动作 你的回合结束后手牌最多只能留七张 剩余的牌要弃掉 骆驼卡不算在七张以内 动作二 卖卡片 从你的手牌中选择任意张数的同一种货物 卖掉并放置到七牌堆 每回合只能卖一种 卖掉时拿取对应货物的原片 卖几张就拿几片 从分数最高的那边开始拿 如以下范例 拿完后堆叠放置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一次卖出三张或以上的货物 你可以拿取红利原片 如以下范例 红利原片的分数需等到拿取后才可以知道 分数是随机的 显示在原片的背面 需特别注意的是 若你想卖的是以下三种货物 钻石 黄金 银器 因为属于较高级的货物 需至少一次卖两张 若你想卖的货物原片只剩一片 你仍然可以卖超过一张货物 如以下图示 并且卖出三张或以上时 一样可以拿取红利原片 若该货物原片已经完全没有了 则不可以再卖该货物 一局结束 游戏进行至达到以下其中一种条件时 立即结束该局 1. 货物原片中有三种卖完 1. 货物原片中有三种卖完 2. 抽牌堆无法将市场 捕满5张牌 接着玩家先计算自己面前的骆驼商队 有较多只骆驼的玩家 可以得到5分的骆驼原片 若两人骆驼一样多 则没有人可以拿到骆驼原片 接着将所有得到的原片 翻面计算分数 为了方便计算 可以将10分叠成一叠 计算完后 分数较高的玩家 可以得到优秀商人原片 赢得此局 接着按照游戏设置再开始新的一局 若是两人平手 有较多红利原片的玩家赢得此局 若仍然平手 有较多货物原片的玩家赢得此局 游戏结束 当有一局结束后 其中一位玩家已获得两枚优秀商人原片 则游戏结束有他获得胜利 恭喜你会玩摘弗尔商人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地官方来 快速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